各位书友 我们今天学习天下有大门而无言 中的这个有字 好 我来先学写一下这个字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我先写一个 右边这个横折 这样 这是这个有字 唯一要说的就是这个笔顺 这个有字 一般情况下来说 是先写撇再写横 是先写撇再写横 但是我刚刚写的 是先写的横再写撇 注意这个地方是先写的撇 再写的这个横 比如像我们很多行书里面 在写这个有字的时候 它都是怎么写 都是这样写的 在行书里面 顿一下笔向左边走 这样的 行书里面写这个有字的时候 它都是这样 这个先写的这个撇 这个拉的很长 下来 或者是这样写 趴趴过来 两个点 两在一起 它都是这样写的 但是我们凯书里面 也是一样 先写撇 是可以的 先写撇是可以的 好 要说的是这个 这个地方 手撇 这个撇 要写重 它不是手撇 这个是横 撇笔呢 要有力 要有这个力度 撇短 下面比较软 不是很好写 撇短 很长 这个撇的尖 不要超出横的 齐笔的 左边来 基本上是对齐的 基本上是对齐 好 这里要注意 它这里面的这个轮廓线 基本上撇的轮廓线 基本上是直的 外方呢 是一个弯的 由重到轻 注意它的这个形态 好 横 齐笔 大约的角度45度 上方的轮廓线是平的 下方是弯的 横如千里正云 正云 太软了 不好写 千里正云 这个树 在这个撇的中间 偏下一点点 写这个树 这是一个垂落树 这个横折钩的齐笔 在撇的中间 然后写这个横折钩 里面的轮廓线是直的 外方的轮廓线 是一个弯的 一个横 两个横 三个横 上下的距离 基本上是相等的 要平行 左边的高 右边的要低 这是这个字 好 然后这里的距离 到这里的距离 这里和这里的距离 大概又是相等的 这是这个有字 比较难写的 就是这个 撇 好 我们来学写一下 向左边撇出去就可以了 由重 倒轻 好 横折钩 顿笔下来 向左 向下 然后勾起来 外方 内 圆 外面是方的 里面是圆的 这里面是直的 外方呢 是弯的 好 这是这个有字的一个写法 下一节课 我们来分享这个 天下有大美而无言中的 大字的一个写法 好 今天的这一节课 我们就到这里 好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